中国建造世界最大高铁站 一分钟入站同时容纳十万人 内部震撼一幕彻底火爆全球 本期视频就让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欢迎观看本期节目 在观看之前希望大家能够点击订阅 这样就不会错过每期的精彩节目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 那就是全球最大的高铁站已在中国落成 这就是广州白云站 据说这个高铁站一分钟就可以接纳十万人 然而这么巨大的工程 背后必然是具有个投资 当年白云站开建之初 就有不少人质疑 花那么多钱建这么大的高铁站 真的值得吗 如今白云站的现状 就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在讨论这不值得之前 我们先来看看 白云站究竟大到什么地步 说到大型火车站 国内还真不少 从人朝永动的广州南站 到气势辉煌的北京南站 规模那可都不小 但是相比之下 广州白云站就是一个全新的高度了 广州南站可是咱们国内客流量第一的火车站 它的占地面积就已经达到了61.5万平方米 相当于102个操场 而白云站竟然达到了广州南站的四倍之多 这样的规模在全球范围内都是非常罕见的 白云站的总体枢纽面积就达到了惊人的129万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大约有45.3万平方米 其中站房建筑面积又占了14.45万平方米 除了占地面积大 白云站的战场规模更是非常的惊人 有11带24线 这里给大家做一个小科普 这里说的台指的就是站台 也就是我们进检票壳以后等高铁的地方 而线呢 就指的是轨 在高铁车站里 轨道分为正线和道发现 分别指的就是列车直接高速通过车站的线路和车站接待旅客上下车的线路 一般来说 车站常见的配置是两台四线 两台五线 三台七线这些 这么一对比 白云站11台24线的含金量就显出来了 这个设计是一开始就考虑到了白云站将来的客流 一定会快速的增长 只有增加台和线的设置 才能更好地确保车站的运营效率和乘客的舒适度 广州白云站规模如此之大 它的规划设计可花费了设计师不少心机 白云站在唐溪站的基础上进行扩建 这唐溪站历史可非常悠久 1916年就有了 所以白云站一方面保留了历史的痕迹 另一方面又融入了现代的科技与设计理念 白云站一共有七层 地上有三层 地下则有四层 是一个非常高效便捷的综合立体交通枢纽 地下二层就是出站和综合交通换乘层 出站的旅客在这里就可以轻松换乘地铁 公交 出租车 尽快地出站 而地下三层和四层则是预留给了城市轨道交通层 这是为未来广州地铁的留下的空间 考虑的是非常长远的 说到这 肯定又有朋友会问 白云站修得这么好 肯定花了不少钱吧 这是肯定的 白云站的修缮总共花费了440亿元 如此庞大的规模和精妙的规划 离开具有的资金支持那就是空谈 440亿元人民币 是被京南站修建成本的50多倍 广州南站的4倍之多 咱们中国14亿人口 每个人都能分到31块多 当然 虽然数量庞大 但这些资金实施打使用在了每一个细节上 从这站的设计规划到具体的施工建设 从设备的采购安装到后期的运营管理 每一个环节都凝聚了无数人的心血和汗水 在这座现代化枢纽中 科技创新的应用远超人们想象 站内配备了全新一代的智能客流疏导系统 通过人工智能算法实施分析客流密度 自动调节炸机开放数量和电幅梯运行方向 在安检方面 采用了毫米波人体安检技术 旅客无需除去外套即可完成安检 打打提升了通行效率 站内的照明系统采用智能感应技术 可根据自然光照强度自动调节 既保证照明效果又节约能源 在环保方面的创新更是令人惊叹 整个站区屋顶铺设了约12万平方米的光伏发电板 连发电量可达1500万度 能够满足站区30%的用电需求 站内设置了中水回用系统 每年可节约用水超过50万吨 空调系统采用了地缘热泵技术 与传统中央空调相比 能效提升超过40% 值得一提的是 站内还设置了垃圾分类机器人 通过AI识别技术引导旅客正确投放垃圾 推动绿色低碳理念深入人心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战略支点 白云站的建成使广州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枢纽地位更加突出 通过系统的线网规划 白云站将实现于香港、澳门、深圳等湾区城市的一小时交通圈 这对推动区与经济一体化具有重要意义 站内设立了专门的跨境商务区 为往来商务人士提供一站式服务 包括通关预约、商务洽谈、跨境支付等功能 通过与各大高铁线路的无缝对接 白云站成为了联通全国的重要门户 每天发送旅客超过50万人次 特别是在货运方面 站区配套建设了现代化的物流基地 采用智能仓储系统 可以实现快递包裹的自动分拣和配送 这极大促进了电商物流的发展 此外 站区还规划了国际会展中心 未来将成为大湾区重要的会展经济平台 进一步带动周边商业发展 释放经济活力 白云站的建筑设计融合了传统与现代元素 起标志性的凤凰展翅造型 寓意广州展翅高飞 站内装饰大量运用了岭南园林元素 如今有广州特色的荔枝、木棉等图案 让旅客在后车之余也能感受浓郁的岭南文化气息 后车大厅的穹顶采用了特殊的升学处理 即使在客流高峰期也能保持较低的噪音水平 站内设有文化展示区 通过多媒体技术展现广州从古至今的发展历程 商业配套方面 白云站突破传统车站的商业模式 引入了众多知名品牌和特色商铺 其中包括24小时书店、月室茶店、主题餐厅等 休息区设计也别聚强心 融入了岭南园林的造景理念 让旅客在等候时也能享受轻易的环境 站内还是有展望平台 游客可以依览广州天际县的壮丽景色 这些精心的设计让白云站不仅是交通枢纽 更成为了展现广州城市魅力的文化会客厅 面对440亿的投资 有人质疑 有人期待 但从长远来看 白云站的建设绝不是简单的规模扩张 而是城市发展的必然选择 这做承载着广州梦想的超级工程 相与其独特的魅力为城市发展增添新的动力 广州南站已经都大了 为什么还要建白云站这样大的高铁站呢 已经有这么多的高铁站了 还花这么多钱 建这么大的一个高铁站这真的有必要吗 答案是肯定的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 交通基础设施的升级 对于一个城市甚至是一个地区的发展 就像是给城市插上了翅膀 会让人们的出行动便捷 也会带动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 花费440亿人民币 建这样一个263万平方米的高铁站 这不仅仅是数字上的震撼 其实更是对未来交通格局的深渊影响 白云站的意义 远不至于大致的字眼 广州作为南方的经济重镇 每天都有数以百万计的人潮在这里流动 要么是商务出行 要么是探亲访友 要么就是旅游观光 所以在铁路线上 还是需要花一番功夫的 这里原有的火车站 虽然承载了无数人的梦想与希望 但是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 他们已显得力不从心了 所以呢 白云站运而生 它不仅是一个交通枢纽 其实都是广州及附近地区发展的新引擎 这也是白云站最直接的作用 那就是缓解广州地区的交通压力 我们知道 广州现在有的几个主要火车站 像广州站 广州南站等 大多都是在城市边缘 这对于市区的市民其实并不方便 除一次门就是一场长途跋涉 而白云站 作为交通信枢纽 就可以缩短通信时间 而且别忘了 白云站还配备了很先进的设施设备 像自动售票机 自动检票炸机这些 智能化技术的应用也可以乘客增加出行体验 其他方面 大家可以回想一下 广州附近有哪些重要的经济区 没错 就是越港澳大湾区 广州白云站建成并成功投用 可不仅仅是提升广州铁路枢纽的客运能力 更是未越港澳大湾区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 而且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 就是白云站在建设的过程中 还考虑了环保和节能减排的需求 这里应用了雨水收集和太阳能发电这些环保措施 在减少对环境影响的同时 还提高了建筑的可持续性 这样的设计理念 还是非常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观念的 体现了广州作为现代化城市的责任感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喜欢的可以点击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